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任嘉伦恰似故人归于今日收官热度爆棚 由画册客顿旗下梦见森林工作室出品 朱瑞宾人总导演 李精灵任总编剧 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 笑顺瑶 郭小婷 范真 此沙 王子腾 王东主演 海一天 胡逸玄特别出演 同类友情出演的东方童话极致浪漫爱情剧 恰似故人归今日将正式会员收官 云逸夫妇大结局走向如何 引发观众期待 恰似故人归成街上部与君出相识播出后 凭借田月反转和极致人设 使得剧集讨论度居高不下 萨爽不羁的御灵师纪云和 迪丽热巴士武力直下降伤痕累累 单纯善良的娇人长意 任嘉伦是坐镇北渊霸气搞事业 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和高潮叠起的故事情节 令剧集热度之增不减 开播及爆霸榜热搜 接连登上各大平台榜单前列 与君出相识与恰似故人归以傲人的会员转化率 和战内热度两破优酷记录 可谓2022年现象及爆款古装剧之一 两破优酷记录热度口碑双结 据了解 上部与君出相识已成为优酷 自2018年以来用户规模及会员转化率最高剧集 而恰似故人归自4月4日开播以来 一度强势登顶猫眼 VLINKAGE 灯塔等多个权威数据平台热度榜单 播出不久 该剧优酷站内热度值及破1万 一举成为首部在优酷热度破万的聚集 此外 截至目前 该剧还斩获全网热搜2200余个 其中微博热搜900余个 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热搜700余个 热度爆表 迪丽热巴说 纪云河的一切都结束了 长意哭了疑的珍珠 恰似故人归播放热度破万等 众多相关话题频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讨论 坠入爱河看长意搞事业及 蹲纪云河下线 吃喜等追剧更更是跨圈层传播 破圈发酵引发热潮 不少网友表示该剧节奏紧凑 是我爱的双A剧情 恰似故人归全员霸气侧漏的场面 看得我太激动了 迫不及待想看大结局 恰似故人归的火热播出 使得该系列剧集都以现象及支支领跑 一举成为了春季爆款剧 除了喜人的数据成绩单 剧中男女主角携手并进 为爱勇敢 为自由而无畏的精神内核 更是引发了众多热议 收获行业内外一致的高度评价 其中 权威官媒新华网增发表专闻点赞 表示该剧将真善美的美好品质与古装爱情故事相结合 在宏观格局上拓宽着古装剧集的价值观利益 业内知名媒体广电独家评价道 与君出相识和恰似故人归以包容 开放的态度 探索东方新鲜侠美学 为东方童话故事复职 娱乐独角兽点评该剧以童话感方式 传递了当代人急需的 积极美好的正能量价值观 在关注剧情本体创作的同时 更关照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 既实现了内容创作的扎实落地 更有着高远的创作利益 诸多媒体的肯定 以及聚集热搜的火爆 可谓测证了该剧实现口碑热度双丰收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